妻子死了三年 丈夫却没有将她入土为安 反而一直放在枕边 每天依旧和妻子同床共枕 为了保持尸体的新鲜程度 每天都在妻子身上浇灌防腐药水 早餐一定要做两份 然后把尸体摆在桌前 幻想着妻子活着实的样子 两人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 看着男人从容淡定的模样 仿佛妻子就活在身边 而床上的妻子一内脏腐烂 不停滴答出肮脏恶臭的绿水 为了掩盖妻子身上发出的恶臭 男人在妻子枕头上铺满白兰花 那是妻子最喜欢的味道 老两口相如隐墨三十载 男人当了一辈子小演员 老不得志 唯独在妻子眼中他才是影帝 这天男人发现妻子身旁的鲜花枯萎 焦急的来到花室购买 奈何错过了白兰花的花期 只能两手空空回到家 他会在妻子床前哭着向妻子道歉 之后一个人去超市买来两包木炭 准备和妻子地下相聚 当他路过邻居家门口时 听见屋内女人嘶吼着哭喊求饶 女人和孩子被高利贷团伙绑下 老人小心翼翼按下门铃后机智报警 随后拿起门上的耶稣宣传单页 伪装成传教士和流氓讲起了仁爱和梦想 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警察到来 没想到他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一样 把流氓劝说得痛哭流泪 老大看不惯用手枪指在了男人脑袋上 突然柜门弹开从里边掉出一具人形包裹 随着女人的一句话把所有人吓得头皮发麻 情急之下男人开枪震慑歹徒 几个流氓被吓得当场屁股尿流 回到家他为躺在床上的妻子 讲述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演技时刻 的确他用生命的演技拯救了邻居母子二人 但也因为这最后一声枪响引来了警察 当警察敲响方门时老人早已点燃木炭 归在妻子床边为爱长眠 这是他第一次接客 女人捏手捏脚解开衣服 还在幻想着一夜过后会变成富阔太太的美梦 因为男人哄骗他 只要成为他的女人后 就会给他换一个体面的工作 在香港给他买豪宅 让他也记忆翻身变凤凰 谁知第二天男人提裤子不认人 忘掉了昨晚一切承诺 还拿出一千块羞辱女人 女人叫小美 是医院一名普通护士 每天任劳任怨照顾病人 但挣的钱仅够维持家用 看着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表姐 每天光鲜亮丽 衣食无忧 羡慕的小美翘首远望 表姐是一位舞女 她的钱都是那些男人打赏而来 小美迫切的想跟表姐赚大钱 这天夜晚她在酒吧偶遇一位渣男 而这一切都是表姐故意安排的 从没有涉及过夜场的小美 自然不懂其中门道 渣男的几句甜言蜜语 就让小美连续喝了几杯烈酒 酒后带小美坐上了自己的跑车 金钱 豪车 瞬间让小美迷失了方向 随之中途男人走神撞死一位行人 可男人非说自己撞死的是一条狗 女人反复强调那是人 可她每回答一次是人 就更换来男人蛮横的巴掌 十几个巴掌过后 女人开始妥协 她承认男人撞死的是狗 于是有了影评开头那一幕 小美被羞辱到五体投地 从这以后 她辞去护士工作浪迹在各大宴场 多年之后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姐 渣男依旧过着纸醉金牛的奢侈生活 这天她无意间偶遇小美 可现在的小美 有着妖艳的脸庞 精致的面容 性感的身材 和曾经的护士判若两人 小美和男人走进房间 劝其不备 拿起烟灰缸重重炸向男人 男人当场头破水流 当男人醒来时 发现自己浑身血迹 以死不挂地躺在床上 她终于想起了女人是谁 傻女 我认得你了 阿荣 你找车给你接我 转了行吗 即便这样 她依旧没有忘记羞辱小美 从家组都有专车接送 多厉害 比心机 做这份工 殊不知 眼前的小美已经是 只手遮天 贩卖器官的黑老大 在渣男昏迷期间 摘掉了她的肾脏 我转了行的了 你记不记得 我以前是做护士的 我有个客 需要一个信 刚刚 就遇到你 随后潇洒离去 时刻谨记 一定要把人当人 千万别当狗 好了 本期影片到这里了 我是怪兽 怪兽的兽 下期见